许多话我在几个场合都讲过了 在这里我送大家三句话 一是一寸担心为报国 二是为官必是平生耻 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又十分复杂 这就决定了在香港当官 不是一件轻松舒适的事情 无论是加强对青少年国家历史文化教育 还是依法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 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都需要大家迎来上积极作为 三是上下同育者胜 干事创业团队精神 必不可少 特别是 特别行政区政府管制团队 是一个整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关键是要全面落实和完善 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处理好行政立法关系 真正做到 一而有决 决而有刑 确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顺畅 高校 希望特别行政区的行政 立法 司法 各司其职 各服其责 与时俱进 齐心协力 把香港的事情 办得更好 交出一份合格的 历史性的大卷 谢谢大家